请局长还有训设央广跟公事的代表 局长将设央广跟公事同时请就备训谈 委员好 局长这个团队是在维护台湾自由民主生活当中最重要的团队 因为他们由国家出资 然后要满足人民之的权利 希望台湾这个社会借由他们的努力 能够达到一个公平正义平等自由之外 还是一个正实的社会对不对 我们对他们都有这样的期许 来全部告诉我 马总统在礼拜六的时候告诉我们说 他呢要大家相信美国的牛肉绝对是安全的 他说我呢会透过行政手段 我会派兽医去涂检美国的肉品工厂 我要问后面这三个媒体单位 你们有没有忠实的替马总统报道这个新闻 有没有报道 公事有没有报道 不知道 你们都不关心国家大事 央广有没有报道 有 中央社有没有报道 有对不对 公事一定有了 所以你们必须忠实对不对 你们必须忠实的报道总统的这个说词是不是 是不是 是不是 那为什么都不敢点头 所以你们这样的报道是忠实的对不对 你们对谁忠实 你们是要对马总统忠实还是对人民忠实 局长你认为后面这三个人所代表的机构 他们是国家人民的机构 还是政府的机构 国家人民的机构 他们应该对新闻的事实忠实 他们应该对新闻的事实忠实 对他们要对新闻事实忠实嘛对不对 那新闻的事实是不是指马总统的忠实 马总统如果不忠实 他们报道马总统说的话那会不会对社会忠实 我想任何报道只要能够平衡 把各项事实都承许 要平衡嘛对不对 所以如果马总统说谎 那对于真实的跟马总统不一样的意见 你们会平衡对不对 答应会不会平衡 又不敢平衡了 一提到马总统应该要的平衡又没有了 会不会平衡啦 你现在在麦克风前面啊 你看你现在就推给他们 我可以回应吗 你可以啊 不要浪费我时间 我不可能去要求他们做任何事情 他们要自主 但是我相信他们 我相信他们能够平衡 你刚刚为什么替他们答复说要平衡 没有啊那不是我讲的话 那是郑同良叫你讲的话 郑同良说在新闻专业上面 只要有平衡就OK 对我们就支持啊 所以你就讲了嘛 对我们支持啊 你支持而有 你不认为平衡是一个呈现真实社会的基础 非常重要 很重要嘛 是不是所以你是不是认为该平衡的要平衡 我认同委员讲的 但是我不会去约束他 我跟委员报道 来来郑董良你回答 我举个例子就好了 假设某个公司的报道没有平衡 难道我新闻局要说你没有平衡吗 我连碰都不去报道 郑董事长 怎么样是不是 是不是平衡是一个基本的责任 是的 新闻的平衡 来央广来 邝董事长 是不是来 是不是 平衡是不是 平衡是新闻基本的要求 最基本的嘛 来那个陈什么 陈总经理吗 还是 陈社长 是不是 平衡很重要 平衡很重要嘛 你们三个都有guts 来我现在问局长 平衡是不是最基本的 新闻最基本的中程 我已经刚刚回答委员了 唉你就是没guts 都不敢直接回答啦 平衡刚刚是很重要的啦 叫你做新闻教的教授 实在是找不到人了啦 你每次都要因我说出那句话 我实在很不爱他再说啦 说跟那个欧巴桑 在老老老叨叨叨啦 不会啦 委员一直都很 你那个最有理想性的 年轻的苏军斌 老化到这种地步 才上台没多久 就老成这个样子 马总统说谎啦 来回去平衡一下 本席以下所列举的这些事情 台湾的议定书 台美牛肉议定书 根本就不允许台湾 派兽医到美国去突袭 完全不允许 完全没有在议定书里面 允许台湾这样做 韩国可以 韩国的议定书里面 在追加协议人民愤怒以后 韩国才在追加协议里面 明载韩国的兽医官员派驻在美国 可以进行一切收集资讯 以及对于韩国人民健康安全 所相关的所有的事件 台湾有没有 台湾没有 台湾根本不可以 好 不能派兽医 韩国可以 台湾不行 可不可以突袭 韩国可以 台湾不行 因为在韩国跟美国的议定书里面 他们到美国的肉伤的现场去的时候 他们可以做system audit 他们可以做全面性系统系的监测跟检查 台湾呢 只可以是schedule的 在system audit前面加个schedule的 是一个计划中的被安排的 你根本只能够去进行那些被安排的 谈好的计划中的 他们所答应的所谓的检查而已 马英九 有没有说谎 委员是问新闻局 还是问后面这三台 你很屁的啦 不是我是真的是 我怕我回答 我如果不叫他们的事就是你啦 主席 你的事被巡是不是以数据命为主 委员我可以回答了吗 剛剛都还是要主席叫他们回答 他们才可以回答呢 是 那我现在回答可以吗 是啊 跟委员报告 马英九总统不是无知就是说谎 你认为他是不知道 说错了还是说谎 你认为马英九是说错还是说谎 相关的咨询 行政部门有义务 把完整的资料披露之后 让人命来公平 对 好 回去以后 回去以后 平衡本席今天的这一则新闻 我会请相关三位 把完整的资料 你会不会平衡 会不会平衡 来说啦 会不会平衡 本席刚刚所揭露的 主席我要问他们三个人可以吗 好现在请郑董事长 来郑董事长 是不是我们的议定书很清楚 跟韩国一比 我们根本就没有办法派 台湾的兽医 台湾的肉要进来 台湾的肉在美国 是美国农业部指派他们的兽医 在肉伤的那里面经过检验 到底有没有检验不知道 但是要有兽医检验是美国自己的兽医自己检验啦 台湾没有办法派兽医去啦 韩国可以台湾不可以 我们的议定书根本没有说台湾可以派兽医去 我们的议定书里面 对于 对于台湾的人员如果真的发生事情的时候 要去检验的话也不能突袭 只能够怎样 只能够被安排的情况下去看 好 你会不会平衡这些讯息 高委员公司会在求证事实之后做平衡报导 好啊 那马总统当初讲的时候你们有没有去求证事实 有没有去求证 你说要求证嘛 那马总统当初一讲你们就都报出去了 有没有求证事实 所以我们公司有平衡报导 没有啊 你平衡报导了什么 本席要求你今天平衡 你说要求证 马总统当初你们报导出去有没有求证 他就讲错了嘛 他就说谎嘛 你们都报了嘛 你们都报了 所以本席今天讲的你必须报 这样才叫做平衡嘛 你会不会报 会不会报 包委员 那个我们的新闻记者 我相信他们有足够的能力去做 试证 减证之后做平衡报导 你们就是要继续帮马英九说谎 所有平衡马英九讯息的你们不敢报啦 对不对 公司 我会看啦 向来是 那你在这里 你刚刚都讲的信誓旦旦嘛 平衡很重要嘛 现在很具体的把议定书拿出来 比较让你看了 你还不敢报嘛 如果比较是事实 我们一定敢报 比较当然是事实啊 这个比较绝对是事实 如果这个比较不是事实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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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设这个比较不是事实的话 你可以不报 但是这个比较如果是事实的话 如果你没有报的话 你要不要下台 要不要下台 如果这个比较是事实 如果是事实 你会报 对不对 如果是事实你没有报 我们跟韩国的这两 这几条一定书的比较 如果是事实 你没有报出来 好 那你要下台吗 来 邝董事长 来 如果这个比较是事实 你要不要平衡 马总统说错的说谎的 我不知道他说错还是说谎 如果他说错 苏俊斌你要下台啦 你是政府的发言人 你一天到晚 没有做好幕僚的工作 没有提供资讯给我们的领袖 没有让他一天到晚在那里出错 出糗 来 你呢 我们一定会马上请记者去做适当的查证跟报道 你们根本对马英九的东西都没有查证啦 就替他说谎了啦 那如果是揭穿马英九谎言的 你们就说要查证啦 好 如果查证以后 这个比较 两国相关的规定不一样 如果是一个事实 你会不会报道 如果不报道 你会不会下台 好 把你们的报道 我都会追踪 来 陈生青 说一下 我们今天的中央知己也在现场 如果外媒所说的是事实 我们去查证完之后 会不会报道 没有问题 议定书非常的方便 马上你们都可以查到 好 谢谢 全部都是这样 做一个 做一个发言人 做一个发言人 是 你要来指控了 这哪里是个别的新闻事件 我觉得也许不是那么多 这个事关一个总统说谎 你还在替他报庇 是这样 这事关名 本心刚刚不是说如果查尽属实不报才要下台吗 各别的新闻事件应该要尊重他们 我很担心明年的新闻自由度因此而下降 不要一脸无辜 然后包藏祸心 披着羊皮的狼 你真是披着羊皮的狼 还在包庇马英九 只要提到马英九 你包庇他 一再的让他失明心 完全不会去干预各家电视台 这不是你应该要有的态度跟立场 发言人不是这样 如果每个委员都这样子就个别新闻事件来要求这三台 我要捍卫他们的公正自由 你错了 这绝对不是个别新闻事件 这所指的是异国的领袖公然说谎的事件 是异国的领袖公然说谎欺骗他人民的事件 你要把它矮化成个别的新闻事件 每一个新闻事件都可以这样让委员来诠释 这是你家的事 那是每一个委员用这个帽戴下去 这三台就要被委员来影响呢 新闻的事实 这不是戴帽子 这是事实哦 你看你以公带手 终于也学会了这一招啊 真是江湖险恶啊 真是江湖险恶啊 才入了国民党的降纲 就把一个苏俊斌染成这个样 如果因此我就各个新闻事件去要求他们的话 就是政治的力量 然后一个说谎说谎无知的总统 我对你实实非常失望啊 我对你实实非常失望啊 但是不应该要求哪一个媒体做怎么样一个评论 本席事实上是对你非常非常的失望 本席在这里要求的是一个知的权利 是一个报导真相 而不是随着一个执政者的谎言起舞的媒体环境 今天你们拿国家的钱 国家希望你们报导的是一个真相跟事实 如果你们一遇到总统 遇到国家的领袖 只能够跟着他说谎的脚步起舞 然后不敢揭穿真相的话 国家的钱给你们干什么啊 国家的钱给你们干什么啊 苏俊斌 公共化的部分他们自主我都认同 我不会去约束他们 你该捍卫核心价值的时候你退缩了 我都会捍卫 你看你讲的多么有气无力 因为你知道你根本是在捍卫一个说谎的总统 捍卫一个新闻的堕落嘛 如果每个委员的要求他们都因为被委员的要求而影响 才是真正的堕落 那你现在在指责他们堕落 因为他们刚刚讲的跟你不一样 他们要求他们的公正客观我都非常认同 没有错啊 他们刚刚说他们查证属实会报导 那你现在认同嘛 但是不该是委员就个别事件来下指导期 真的不该 我当然要下指导期 我下的指导期是维持什么 维持一个新闻媒体的独立 这一点我们非常认同 我当然要下指导期 如果新闻媒体的独立 我们觉得认同 俊斌 不要触弄自己的灵魂到这种地步啦 好 做功了不太要紧了 谢谢委员 一世人的情欲太要紧了 谢谢委员指导